您最想关心的话题ING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现在听众朋友所收听的是话题ING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透过记者的新闻笔 带您掌握两个焦点议题 首先是大陆台上对经营环境的期待 还有大陆如何来确保台上的权益 而第二个议题是有关于中国大陆和美国之间的互动 日前美国总统川普致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祝贺新年 此外双方也通了电话 川普表示将因大陆要求遵循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 而大陆有哪些反应 这显示双方的关系出现哪些变化呢 我们今天节目中访问到中央社驻北京记者邱国强 带给我们第一手的采访观察 国强您好 两位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国强您好 首先要请教的是 大陆台商在15号在北京参加了一场 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 就是台七联所举行的春节联谊活动 那么国强也特别到现场采访有第一手的观察 首先想请教就是说 我们台商在这样难得的聚会当中 反映哪些意见或者是有任何的建议 或关心他们自己的权益 可能有机会跟大陆的官员来直接做这样的反应吗 那个联谊会的会上就是有一个很特别 他就是在利用整个下午的时间举办了一个经济政策说明会 这个就是台七联 台七联当然是透过国台办那边去邀请的 邀请了哪些单位呢 总共有四个 一个是发改委 一个是商务部 一个是那个证监会 一个是税务总局 那除了税务总局之外的这三个单位的代表 都有在台上做报告 那这三个主题刚好也是台商最感兴趣的三个主题 那像那个发改委的官员 他就讲这个一带一路 那当然这个一带一路他们也有这个自我推销的这个成分在里面 其实也很明显 那么第二个就是企业 就是对在路股上市有兴趣 因为在路股上市的话股价比较高 那股价比较高的话 你的那个市值就会比较高 那个其次的那个功效会更显著 另外一个商务部的官员 当然回答的这个议题就比较广泛 但是我刚才有讲到大陆的这个税务总局的官员 他没有做报告 但是他回答的问题最多 因为台商就涉及到一些避税的问题 还有一些税负的问题 就一直有在请教这个大陆的这个税务总局的官员 那像这个官员我记得他有回答一些问题 就是有台商当面跟他讲说这个大陆的税率很高 就没想到这位官员他居然是说 大陆的税率呢 在全球来比是属于中低水平的 这个当然就见仁见智了 有的人感受是这样 有的人感受可能不是这样 那么这个台商关心的这个问题 反正就是其实多数 像这个刚才提到的税务的问题 也是大家反映了很多年的问题 但是其实也一直都没有获得很良好的解决 那么总之就是这个样子 大概就是台商在会里面关心的就是这些 是台商最关切这个税务问题 台七年这次也是邀请了大陆的官员 来谈一些相关政策跟台商关心的事情 然后想接着请教国强 就是大陆国台办主任张志军 出席这一项活动的晚宴的时候 对于这个未来台商的一些投资经营 或是相关政策有哪些的一些说法呢 他的那个说法 其实他里面有旧的也有新的 那其实主要来讲 他基本上他的基调是在强调 一个就是所谓的九二共识 一个中国九二共识 然后反对台独 这个是他的那个基调 也是大家听了 也是觉得是老生常谈的东西 那他里面呢 他讲到了三点 第一个就是说 面对变局 我们将讲原则重承诺 那这一句话里面的这个讲原则 基本上就是我刚刚讲 他就是在重看这个 对中国九二共识的这个就调 那重承诺 他就是在衍生到这个台商这个领域 他意思就是说 因为有些台商担心 那个台湾政党伦地之后 这个中国大陆会不会对这个在当地的台商 这个政策可能会有变 那他讲了一个重承诺 意思就是说 大家安心在中国大陆做生意 中国大陆对台商的承诺是不会变的 那么第二点 他讲的就是一些比较聚集的一些承诺 做不做得到那林当别论 这个第二个他就讲说 面对挑战 我们将想办法添助力 那这一段其实台商是听了之后 至少这个精神就来了 因为那个张志军他有讲 就是说这个像是台商的一个诉求 就是希望大陆开放这个台商 成立民间银行 台商民间银行 另外一个就是参与一带一路的建设 另外一个就是扩大这个电商业务的经营 还有参与这个大陆国内的这个内需市场 那张志军他是比较明确的就是讲 希望在这个新的一年中 就是说大陆在这些方面 已经在积极的推进 然后希望在新的一年能够取得突破 那这个听起来就是大家就觉得说 这个眼睛为之一亮 然后呢除了这个之外 他还说针对这个台湾民众 特别是台湾年轻人 在大陆的就业创业生活 这些便利条件 大陆将积极研究事实推出 这新的一年 他特别讲一句话 新的一年 你们一定会看到新的气象新的变化 那这个听了之后 这个台商的这个掌声是蛮大声的 但是呢他是不是真正做得到 其实可能还要再观察 这个就是说像这个台湾年轻人 这个就业创业 这个生活的便利条件 这个其实大陆之前就已经有在研究 那可能今年推出来 大概也是他们可能预定的一个时程 而且现在因为这个两岸关系比较冷淡 那在这个时候推这些所谓辩明措施出来 其实他也是有拉拢台湾民众的这个成分在里面 那至于你说这个台商民间银行 什么扩大参与电商 这个东西其实坦白说 不是一个国财办主任说了就能算的东西 因为你想这个银行 银行就涉及到他们的银监会 还有很多的这些监管单位 这个电商业务又涉及到 他科技的成分在里面 也有这个商业的成分在里面 也有金融的成分在里面 这真的不是一个国财办主任说的就可以算数的 我觉得这一点的话 他说归说不但是我觉得我们的台商朋友 还有我们的听众朋友这一点 大家可能要再思考一下 是不是有他讲的那么样的简单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第三个他讲的就是说 面对未来我们有信心创家机 这是第三点 他的信心又来自很多地方 来自什么大陆的经济健康发展 来自坚持一中反台独的决心和能力 然后又是什么两岸同胞 特别是台湾同胞 对维护好两岸关系 发展这个意愿 然后又是网大的台商 他刚才是有应对各种挑战的这个能力 讲这些东西 基本上他提的这三点 不脱他一直以来的一些既有的这个论调 然后这就是一个中国反台独 就是一个中国 只是说他也许讲的是一个好像很 听起来比较具体的一个承诺 那这个也许可以观察的就是说 这个所谓对台湾人 特别是台湾年轻人 就业创业生活的这个便利条件 是不是真的有这个比较落实的这个做法推出来 那这个就涉及到我们之前有讨论到的 大家在新闻上看到的一个就是所谓的这个国民待遇 把台湾民众视为就是跟大陆的国民一样的这个待遇 因为有一些方面 比方说像有一些手续 大陆的民众可以拜 但是对于这个台湾的民众 可能在办理上面就会有一些限制 这种种的这些东西 也许就是说在这些方面 能够比照这个中国大陆的国民 有可能可以连接到这个方面 那这个方面他们之前就有在做 那今年如果推出来的话并不意外 就是我对这个张志军 他跟台商讲话的一个看法 这是一个大部分 另外一个大部分其实就是台商的态度 那台商的态度 那我想他们在这方面的这个表态 大家也很熟悉 基本上他们都会赞同 至少在公开的场合 他们都会赞同这个 大陆官方的这个九二共识的这一个基调 一个中国的这么一个基调 这一点至少在这个公开场合方面 他们是不会去违背的 那么在那个场合上面 所有的台商口径都非常一致 那都是说政府应该要重新回到 这个九二共识的这个基础上面呢 跟大陆重新打开的这个 已经被冷冻了大概好几个月 快一年的这样子的一个两岸关系 好非常感谢国强 那么带给我们您的观察 包括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呢 有事出利多 就是将会针对台商 要设立所谓的台商民间银行 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还有开放电子商务业务经营等等 会积极研究事实推出 还有也会针对年轻人创业 还有就业方面会提出 更有利的一个环境 那么台商所关切的 则是有关税负的问题 那么税负过高问题 中国大陆是不是也会来做 进一步的一些因应解决 当然除了经济之外呢 也有触及到两岸关系的互动 大陆在重谈就调就是九二共识 那么这是中央社驻北京记者邱国强 带给我们在今天所探讨的 第一个话题 那么在稍后我们将会针对 有关在日前 美国总统川普 以及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他们双方通了电话 那么也触及到 有关一个中国政策 一个中国原则的问题 那么中国大陆有哪些的反应 我们怎么样来看中美关系 我们稍后来 也再请国强来跟我们做 第一手的采访观察 我们稍后来 最敏锐的新闻嗅觉 延伸您的视野 让您听到最硬的两岸焦点 原先访问这次随段出发的洋广记者 王伟霆 是的 今天在大陆福建平潭举办了一场两岸关系研讨会 对世界经济于亚洲会产生哪些影响呢 从政经寝室分析 两岸交流观察到新闻现场之籍 两岸ING有最多元的声音 多面向的观点 以及最专业的妥析 请收听每周一到周五 晚间六点到七点 由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 王力杰 韩启贤 制作主持的两岸ING 是阳光被帮打开了世界之窗 是阳光翅膀 环绕着地球飞翔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您现在所收听节目是两岸ING 我们今天节目中是访问到中央社驻北京记者邱国强 国强我们继续来讨论第二个议题 就是美国总统川普在上任前曾质疑 美国长达30年的一个中国政策 不过在日前他和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时 则表示将遵循美国的一中政策 而有关于这次川普和新建民通电话 大陆的官方媒体有哪些的报讨 学者又是如何评论 而您有哪些方面的观察呢 在这个通话之前大家可以注意到的就是 因为他们通话之前就是元宵节嘛 那在元宵节之前呢 白宫跟大陆官方同时公布了一个讯息 就是这个川普他写了信 写信给习近平就是祝贺元宵节快乐 然后中国人民这个今年即将如意 然后后面又讲了一句话就是说 希望这个美中关系啊 在这个新的一年能够有所发展 类似这样的话 那但是呢 其实大家会讨论的 其实倒不是这个性的内容 而是说川普呢 在美国时间11月8号就当选了美国总统 然后1月20号就就任了 但是呢这个川普呢 却到了2月将近10号的时候才写了信 给习近平 那这个时间之前的将近半个月是农历春节 那其实坦白讲 如果你要写信问候的话 那为什么不趁农历春节的时候来写信问候呢 其实这个就是大家觉得很蹊跷的地方了 那么当然了在这个信之后才一两天 马上两个人就通电话了 所以这个其实他们这个背后运作的这个 复杂的痕迹其实是很明显的 那么其实据我所知了 那个在这一段期间从川普当选到川普就职 一直到他们川普写信 以至于两个人通电话呢 这个中国大陆的外交系统呢 在美国是下了很大的功夫在运作 那运作的这个层面有包括这个 白宫的这个技术官僚 还有这个川普的团队 还有他们的学界 就是说几乎是能动用的关系都动用上了 那除了能够扭转之前 川普那个时候不是说这个 一个中国政策是可以谈判的吗 或者是说要拿台湾来当宠马 或者怎么样 类似这样的一些说法 那中国大陆这个当然面子上面挂不住 但是他又不敢他也不愿意 在这个川普一上来就跟川普翻脸翻桌子 所以在翻桌子之前 他们是在桌子底下 在桌子底下做了很多的这个争取 还有一些工作 然后目前来看至少这一点 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面子是挽回来了 所以后来才有了这个川普 跟习近平的这个通话 那在通话里面呢 川普在这边是做了一个小小的让步 就是说白宫发的新闻稿 这是应习近平的要求 川普在电话里面讲说 美国政府会尊重这个一个中国政策 我们的就是指美国的 美国自己的一个中国政策 那当然了中国大陆听起来 只要他能够尊重或者是遵循 或者说大陆的官方的翻译 甚至是把它翻成奉行 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其实这个是有一点差异的 但是这个差异也就留下了双方日后 各自解释的这种所谓回旋的空间 其实这个东西在这个中国大陆 和美国的这个外交过招上面 是一直都存在的 一直都存在的 就是其实同样的一个立场 但是双方解释出来会不太一样 那当然也有这个语言翻译上面的 一个因素 但是也就是因为这样 也就创造了三四十年来的一个模糊 在这一次这个所谓这个 一个中国的这上面也不意外 一方这个美国这边是说 to honor 就是尊重 尊重这个一个中国政策 那在中国大陆这边就说 这个美国承诺的是 川普承诺的是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这个分歧呢 也许以后就会产生一些 比较微妙的一些 或者是说 有一些这个回旋的空间 这个可以以后再观察 但是对于说 最通电话能够来 你可以看得出 这是一个迟来的电话 你看看 大家算算看 1月20号 然后这个 他们通话大概是2月10号前后 这个 这已经几天了 已经差不多20天了 对不对 那 在之前 川普已经跟很多国家的 这个国家元首或政府首长 已经通过了电话 那为什么那么晚才跟这个习近平通电话 其实就会有很多东西解释 那有一种解释就是说 这个川普故意把这个习近平晾着 那也许中国大陆就会觉得说 这通电话得来不易 那但是如果是真的是这样子解释的话 那就代表说川普在这个战术上的应用上面 他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先机 也就是说 这个东西是你坚持的 可是经过这样的这个过程 变成是我给你的 我赋予给你的 那这样的话川普可能就在这方面占了上风 尽管川普是在这个一个中国政策方面 是让了中国大陆 但是实际上呢 川普以后也许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来继续对付中国大陆 那同样的呢 中国大陆就是说 把原来一度被抢走的这个一个中国呢 又抢回来了 又抢回来了 然后呢 他可能也慢慢的在摸索 日后跟川普打交道的这样的一个模式 那其实这一通电话 其实里面就是有不少的这个学问 那这个算是他们一个还算可以的一个拆端 但是呢 因为大家知道这个川普对中国大陆他有很多意见 特别是在这个经贸政策方面 那个川普就有很多意见 因为中国大陆的这个贸易对美国是长期的顺差 赚了美国的很多钱 他的政见 我想大家都蛮熟悉的 就是所谓的 让美国再次伟大 然后他希望这个外流的这个资金能够回到美国 跑到国外去设厂这些美国企业呢 能够回美国本土来生产 其他这些大国如果想要跟我美国打交道 你就来我美国设厂 因为以前大家都认为说美国的人工贵嘛 所以我不会想去美国设厂 我当然是想去人工比较便宜 公司比较便宜的那个国家去设厂 但是川普因为他有他的这个美国这个强大的这个国力在 他也许他现在就是在掉头过来要求大家去美国投资 好那这一点呢 也许将来就会变成这个美国跟中国大陆关系 这个将来双方过照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变数 这个是最终变化可以反应的东西是蛮多 但是主要的可以从我讲的这几个方面来做观察 好非常感谢国强带给我们你的这方面的观察 就是有关美国总统川普上任之后呢 那么在前阵子川普和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通了这通电话 那么触及到有关一个中国政策的问题 那么过去呢 中国大陆跟美国之间光是在经贸方面就有相当多的摩擦 当然在各个议题还有很多的旗舰 未来中美关系会有哪些变化 也是我们在节目当中未来会持续关注的焦点 好我们非常感谢中华社助北京记者邱国强 今天针对这两个议题 我们提供你的第一手的采访观察 非常谢谢国强 谢谢 谢谢 谢谢主持人 谢谢各位听众